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在9月1日的時候,Rolex就公佈了全新的Submariner系列 Submariner可以說是努力時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運動標系列 他在1953年的時候已經退出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呢? 我覺得是有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67年來,他的設計都保持了一貫性 從開始到現在都沒有大改變 形成這隻碗錶成為一個非常之 iconic的運動標系列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碗錶是非常多名人家詞 在早年的時候,Sean Connery曾經帶著一隻早期的Submariner編號6538 就出現了在第一套的James Bond電影Dr. No那裏 他有很多實用的功能 第一樣是一隻潛水錶 在最早期的時候就已經能夠做到100米的防水 在當年的科技來說,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今時今日的Submariner 是更加可以防水300米 是做到一個專業的潛水錶的要求 當然勞力士的機身一向都給人一個非常之可靠、準確和內容 他們的設計本身是一隻運動標 但是他的錶殼在手上亦都覺得非常之舒服和貼手 令到人們覺得這隻碗錶是 everyday watch 你無論是做outdoor的活動 或者是穿西裝都是非常之容易配襯 當然一隻運動標最重要的就是要容易看到時間 尤其是這隻是一隻專業的潛水錶 勞力士從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在時錶和指針加上夜光的物料 方便配搭者在不同光線的環境都可以清楚讀到時 而我自己覺得Submariner的功能裏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單向旋轉的錶圈 這個從1981年開始出現的單向旋轉錶圈 原本以前是雙向旋轉的 單向旋轉的好處是被潛水源潛入水之後 計算得到他剩下的氧氣時間 只是會被他看到短了 而不會長了 是增加他潛水的危險 另外我們普通人在日常的配戴 都可以做到簡單的計時 例如我們入了麥錶 我們設定了個外圈去分針那裏 我們就可以知道 究竟我們那個麥錶走了多少分鐘 如果你適當地調教那個錶圈 你甚至是可以讀到兩地時間 所以我覺得Submariner的功能 真的非常有用 2020年新的Submariner 總共有8款新錶 當中有一款是沒有Date的 他們分別是用了904L的 Oyster Steel鋼材 又或者叫做Rolisor金鋼雙式的材質 亦都有18K黃金的碗錶 以及18K白金的碗錶 這次的8款新的Submariner 有很多細節上的改良 我們來一齊看看 第一件事就是 它的錶殼直徑 由原本的40mm 增加到41mm 而那兩個錶椅中間的距離 也由原本的20mm 增加到21mm 當然 錶鏈的闊度 也要相應地增加到21mm 去配合 而那個錶椅本身的設計 由上一代的Super Case 那個很粗身的錶椅 就變成現在一個比較弧度大一點的錶椅 是令到整個Submariner 給人感覺是趨向於 More Elegant 變成除了運動元素之外 亦都多了穿正裝容易配合的元素 在裡面 錶面上面亦都有改動的 譬如好像那個出名的努力士 Benz針 Benz針就是闊了一點點 如果分針是長了 現在是完全可以觸碰到外圈的分中刻度 令到你 看時間的時候就更加清晰 無論是有日力或者沒有日力的Submariner 都配了一個新的機芯 沒有日力的編號就是3230機芯 而有日力的編號就是3235 擁有14個專利的機芯 這兩個機芯最明顯的一個改良 就在Power Reserve那裡 之前是上一代是40小時的動力儲備 而這一代是可以去到70小時 而其他已有的功能 分別是可以防持防震的 Paracron 油絲 使得整個碗錶的走勢非常精準 達到天文台認證 甚至是超過天文台認證的水準 每一天是正義或者是負二秒 錶鏈 亦都是有一個接疊的錶扣 以及一個叫Glide Lock的系統 可以讓你很容易地把錶鏈增長20mm 方便 潛水員在穿潛水衣的時候 可以把換錶帶在外面 另外那個單向旋轉的錶圈 亦都是繼續用這個 努力士的Serochrome 陶瓷物料去做 Serochrome的好處就是 它的顏色很濃烈 鮮豔 不會經過時間 淡了 當然它亦都是防刮損 以及不容易壞裂的 所有的時錶和時針 都是加上了努力士的 Chromalite 是藍色的夜光物料 而那個 船入式錶觀有一個 Trip Lock Crown 可以幫助它 做到一個300米的防水深圳 這個錶面 有兩種不同的顏色 有黑色的錶面 或者是有藍色的錶面 他們分別都是用Legger 來做錶面 這次做了8隻碗錶 但是市場的焦點 都放了向一隻 編號126610LV 黑色錶面 綠色錶圈 降材質的款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2003年的時候 當Submariner 50周年的時候 努力士曾經推出過一款 綠色錶圈的碗錶 當年那個 錶圈的 insert 是Aluminium 今天 已經完成了 Ceramic 這碗錶 馬上就成為了 市場的焦點 它的定價 大概是74600元港幣 而整個系列的Submariner 由 沒有日力的降款 63100元 到 18K白金款 31萬港幣 這些全部都是 for reference的價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努力士的運動標 基本上來說 都很難用 公價買到 所以真正的價錢是多少呢 要你去買的時候知道 好了 今個星期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大家看 我們在買一張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